刘池在这里长大 他今年七十岁了 这所小院里有他家几代人的记忆 刘家是个国际大家庭 这个家族的血统包含了中国 俄罗斯 格鲁吉亚 家人间交流最方便的是俄语 拆迁之前 刘池翻出了压在乡底很多年的老照片 家族的混血 源自刘池的曾祖父刘俊周 大概是在1893年的时候 当时有个俄国的商人叫婆婆夫的 他邀请我曾祖父去格鲁吉亚种茶 我曾祖父呢就带着茶工 还有茶种和一些茶苗就去了 当时的格鲁吉亚还是属于沙额的 在刘俊周到来之前 俄国已经多次尝试种植茶叶 但均告失败 刘俊周于1893年抵达格鲁吉亚 他后来成为沙额皇家茶厂的厂长 并被沙皇授予国家勋章 是沙额历史上获此殊荣的唯一外国人 刘池从小对曾祖父的故事很感兴趣 他年轻时在格鲁吉亚从事国际贸易 退休后他多次前往格鲁吉亚 研究曾祖父当年在海外种茶的那段历史 格鲁吉亚位于亚洲西部高加索地区 1991年苏联解体后 格鲁吉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苏联之前他属于沙皇俄国的版图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这里曾是重要的茶叶产区 苏联消费的茶叶80%来自格鲁吉亚 俄国人对茶叶的热爱由来已久 中俄两国穿越西伯利亚 绵延万里的茶叶之路 从18世纪中叶开始 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贸易路线之一 遥远的旅程使茶叶在俄国 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 将茶叶移植到出手可及的地方 是俄国人的梦想 黑海沿岸的格鲁吉亚 因为气候与中国江南相近 成为首选之地 巴桶是黑海重要的港口 刘俊州当年在这里登陆 刘俊州当年的茶园 距离巴桶港近30公里 如果不仔细看 很难发现这里曾是一片茶园 现在都被荒废了 没有人管了 茶苗逐渐都坏死掉了 多可惜 流池故地重游 并不是为了怀旧 苏联解体之后 格鲁吉亚的茶叶生产陷入低谷 当年刘俊州的茶被称为流茶 格鲁吉亚政府找到了流池 希望他能够恢复起来 如今这种工艺已经失传 流池想寻找流茶的线索 需要一个人的帮助 白龙是我的朋友 他从小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 练中国功夫 后来他就喜欢上茶叶了 带着空就往中国跑 经常到北京的马连道等等的地方去 他还在格鲁吉亚开了一个中国茶屋 倒腾各种各样的中国茶叶 白龙泡的茶很香也很浓 我问他想当初那流茶是个什么味道呢 他说他也不清楚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了 流茶的味道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所以呢我就跟他说 你带我去找做茶的师傅 问问他们 白龙的茶来自一个叫达托的茶师 达托曾经担任过格鲁吉亚 阿扎尔共和国农业部的副部长 后来辞职回家专门做茶 达托的喝茶是很讲究的 桌子上是自己家里花园里种的花儿 然后去院子里采些野果 桑若 樱桃 还有一些姜果 什么都是自己种的 格鲁吉亚人爱喝红茶 先要泡得很浓做成茶卤 然后用水稀释 喝的时候要加些蜂蜜啊或者加糖 他们喜欢这个甜味 达托做茶用的都是土办法 自然的尾雕 然后揉碾发酵 最好烘干 达托就说现在做红茶的办法 基本上都差不多 但是流茶可能有些假流的地方 他们这代做茶的人也在找资料 其实现在格鲁吉亚的茶 跟我们中国的味道已经不一样了 从达托那里获得的线索 还不能解开流茶的谜团 流池来格鲁吉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希望能够在夏天结束前找到答案 这样他还有一段时间回国内寻找帮手 赶在明年春天之前 为曾祖父的茶园种下第一批茶苗 这天他得到消息 格鲁吉亚第一茶厂 可能有人知道流茶的源头 这里曾是格鲁吉亚最大的茶厂 制茶工艺就是从刘俊州时代传承下来的 他在做茶的时候就是做的是红茶的 现在哪里还有这种样品 或者是什么样品 或者是什么样品 他在这工作42年 他是茶工 他做茶的时候就是做的是红茶的 是哪一种 现在哪里还有这种样品 或者是什么样品 最近没有做的 是白茶或者是白茶 有印度的 这还有一种种感觉 这儿的茶叶技师跟我说 流茶的技术就是中国西门红茶的供应 刘俊州带来的茶种实际上 都是来自中国的南方 格鲁吉亚现在种植的茶呢 加工技术都是通过流茶改良过来的 对于这一说法 刘迟还无法确定他的真实性 但对刘查的寻访 总算有了清晰的线索 刘迟决定回国后 做进一步的调查 无论如何 曾祖父的查员 都要在自己手上重建起来 我的曾祖父 他在格鲁吉亚工作了三十多年 他实际上把一辈子最好的时光 都留在那儿了 那些跟他一起去的查工 有很多人都留在了格鲁吉亚 其实我有一个心愿 刘查能在我的手里头 恢复起来